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则劲爆消息。 现在有一个帖子在简体中文圈,或者说在迷运圈正在盛传。 就是有一个北京护士发文,说习近平的身体很明显出了问题。 是什么问题?说他的一线有阴影,可能是一线癌。 一线癌称得上是癌症第一号杀手,基本上没得治。 因为换了的人通常都过不了一年。 这到底是什么事?先念一下这个帖子。 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生,现在在一所北京非常好的三甲医院做护士。 当时也有很多同学在北京。 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在昨天告诉我,习近平因为身体销售,到了301医院检查。 结果医疗团队帮他做了Test CT的测试,发现一线有阴影,有很大机会是一线癌。 这个人说的话非常可靠。 但是他也没有说到是如何得到这个消息。 他也不是在北京的301医院工作。 北京301医院是北京领导人的御用医院。 能住进来的都是最顶级的领导。 但是习近平有没有需要去医院检查? 还是叫医生上门? 中南海里面貌似没有辞共振仪器。 一定要去医院检查。 他说他听完之后半信半疑。 但是又说看到习近平在1月17日参加张克辉的葬礼。 对比了一下。 他确实是瘦了很多。 而且到现在已经是隔七天。 都没有露面。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他何时会现身。 其实对比之下。 现在习近平的渡男已经没有了。 大家应该记得他在开IPEC期间。 当时他跟泰国总理讲足球。 他还说自己的手太小。 所以他喜欢踢球。 而且做了两个射门的动作。 当时他的渡男很明显。 大的不得了。 然后他就去访问越南。 从越南回来之后就开始瘦了。 当时他去了广西来宾市参观这田。 还摸了一棵甘蔗树。 结果引来了一大批的人去打卡拍照。 官方还收景点费。 一个人头20元。 有大量的人去那里拍照留念。 那习近平是不是真的有一线癌? 不得而知。 但是他的身体确实是明显销瘦。 一直都有传言说习近平酗酒很厉害。 他每天都要喝一瓶茅台。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一个人如果每天喝一瓶茅台。 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因为我之前认识一些在大陆做酒的老总。 他们真的是手肿脚肿。 是喝酒喝肿的。 全身有很多地方都是浮肿。 习近平他每天喝一瓶茅台。 正常来说应该是口肿脸肿。 手肿脚肿才对。 怪不得被人称为杂种。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 我认为未必是。 我认为方健的传言不合理。 从他的样子看来, 他的体型算是比较正常。 之前他的肚男非常明显。 但是在他参加张克辉的葬礼的时候, 从他的衣服看起来, 很明显肚男已经没有了。 而像是70岁这种年纪, 基本上不会无缘无故没有了肚男。 一定是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 而且他的脸部也的确是消瘦了。 那会有什么情况会使得他消瘦了? 要么是刻意减肥结石。 以一个70岁的中共第一号领导人来说, 我觉得减肥结石不太合理。 第二, 医生在时刻看着, 可能会让他吃营养餐, 但是也不会突然减得那么厉害。 这件事在大陆造成了很的大影响。 因为最近股市上升, 人们都在想, 习近平如果真的快要死了, 那我们就要买股票了。 因为他一挂了, 股市就可能会大升。 因为中国最大的障碍消失了, 那就可能恢复成以前那样了, 其他的家族会站出来, 然后又开始搞经济。 跟美国说何? 会不会这样? 这一点没有人知道。 问题是, 人们都觉得, 他如果死了, 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 《让子弹飞》里面有一句对白, 我觉得是那是整部电影的精髓。 就是江民对周润发说, 你对我不重要, 没有你才是最重要。 只要没有你, 什么事情都没有问题, 有你在就会有问题, 所以一定要干掉你。 现在在大陆, 人们都有着同一个心态。 习近平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但是如果没有他在, 就对我们就很重要。 他死了, 我们才有可能翻身。 所有的东西, 各行各业都可以翻身。 欢迎听众们,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 聚焦一款备数矩目的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 他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 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 连接无线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 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严格的无日之政策, 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准备好安全的冲浪吗? 在视频描述中查看, 特别折扣连接。 这当然是开玩笑。 他死的中国会马上好起来吗? 我觉得可能在心理上会有一点点帮助。 但是如果要经济马上复苏是不可能的。 只是有机会可以看到曙光。 就是货根被消灭了。 正如1976年老毛一死, 中国的货根消失了。 起码大家都觉得能有一点安慰。 之后其实人们不敢出来庆祝, 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 其实四人帮是五人帮才对。 老毛是四人帮的帮主。 那四个杂鱼实际上是打手。 实际上下面还有几个打手。 像池群, 还有毛泽东的岛子毛远新。 这些人实际上都是打手。 当这些打手还在掌权的时候, 你当然是不敢庆祝。 结果在四人帮被抓了之后, 全国人民顿时举国欢庆。 那一天简直就是中共建政以来 人民最开心的一天。 就是因为这股邪恶的力量 终于要收荡了。 最近配合上股市, 上证从2700多点, 反弹回升到了2900。 实际上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当然主要是因为减存款准备金率, 向市场放水一万亿。 接下来也听说, 人民银行可能会再发行 两万亿特长的债券。 实际上就是放水出来救市, 而且我特意去看了一下 大陆的圈子。 他们说原来对中小微企 是真的是有帮助, 因为人们整体有了 这么一点点信心, 所以要救经济。 其实最重要的是建立信心。 但是就这样看, 习近平是不是这么容易就挂掉?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报道过, 英国的通灵大师说, 习近平今年可能会生病, 这场病会很严重, 最终有很大的机会会导致他下台。 那这位大师说的话究竟会不会应验? 习近平是不是会因为一场大病而下台? 他是不是真的有病? 我们也不敢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过现在传得沸沸扬扬, 我们就尽管拭目以待, 再给大家讲一下一线癌。 为什么说一线癌是癌症的头号杀手? 因为在发现的时候, 通常都已经无药可医。 很多人只剩下一年命, 甚至半年。 就好像上海帮的黄菊, 他当过上海市委书记, 后来升为政治局常委。 王菊对上海人来说也是一个人渣败类, 因为明摆着有的对比, 就是老市长汪道涵, 还有之后的朱镕基。 上海人会觉得他们起码会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工作。 而黄菊简直就是个人渣, 江泽民硬捧上去的, 经他手的从来没有好的东西。 结果王菊在60多岁的时候确诊一线癌, 一年之后就嘎屁了。 以中共的医疗技术也只能够帮他蓄意粘命。 因为一线癌没得换器官, 现在什么器官都可以换, 甚至连肺也可以换, 得了脑瘤也可以换脑, 习近平也想换脑。 但是这些大手术不适合他的年纪, 由于无法换器官的关系, 所以一线癌一确诊就基本上是死定了。 所以传这个消息的人其实是想诅咒他还是怎么样。 都知道习近平这个人很迷信, 一个迷信的人如果被人诅咒, 对他的心理压力会十分大, 可能他会慢慢潜移默化, 就会出现自我实现预期, 个个都诅咒我, 个个都想我死, 这样他就会觉得生无可恋, 万念俱灰, 这样就真的会有机会让他产生一场大病, 有时候病是因为情绪, 或者是心态累积而成的, 未必会有很明显的病症, 有很多病都是憋出来的。 习近平这么迷信, 那会不会是有人向他发动心理战? 因为一说他有一线癌, 就个个都开心得不得了, 个个都想他死, 所以你快点去死, 为四就是这样, 所以是不是反对派特意放出一些假消息, 以打击习近平的信心, 甚至是诅咒他, 既然搞你不死, 诅咒一下你也不坏, 是不是这样? 这个我也不敢说, 我只是也觉得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之前一直都觉得习近平的身体不太正常, 他在走路有时候会左摇右晃, 这还只是去年的事情, 然后就是到了现在突然肚腩没有了, 这种事情比较困难, 你说他天天坚持去跑步, 我才不相信, 都70岁了, 哪里会有这种恒心? 如果是节食, 可能天天吃减肥餐, 也不可能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我本人也减了很多年肥, 但是回过头又打回原形, 所以减肥很难, 根本减不了, 我们会一直跟进习近平的健康情况, 如果他真的出事的话, 或者是真的大病一场的话, 股市就会上升得很快, 那种乐观情绪起码能持续一段时间,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